这个胸闷 胸疼 真的严重吗 还是 现在这儿 只有我和我这位女同事 所以请你如实回答 你是否植入过归交假题 你现在怀孕 很多检查受限制不能做 所以确定病史 诱因 对诊断和治疗都非常重要 做过 如果是硅胶假体龙胸 引起的胸壁感染浓肿 我们要进一步做更详细的检查确定 然后再安排手术 但因为你是孕妇 可以先通过使用 对胎儿没有影响的消炎药进行缓解 毕竟你这也不是危急生命的急症 可以等胎儿足月 抛妇产之后 再进行切除手术 当然 您也可以选择 马上结束妊娠 尽快确诊和治疗 那您的建议呢 我的建议是 要先同产科会诊 评估胎儿情况再做决定 评估胎儿情况 都评估什么呀 大概来说 就是监测 胎儿的各器官发育情况 看看是不是已经成熟 是否有先天问题 先天问题 是不是那种 器官没发育好 有毛病的问题 那这种检查 能查出来吗 这个 要等产科来具体回答 你为什么要问我 他就要问我 我也认为是 我认为是 你认为是 就是 我认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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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大夫 您还没走呢 柳玲这个病人 是新到我们院来救诊的吗 怎么急诊病历上 只有一次救诊机会 是啊 他的运气检查 也不在咱们院 陈大夫想调他的既往病历 可他就是不肯说 在哪儿见的卡 好像是在故意隐瞒 些什么似的 我跟他提到泰尔检查 他的态度非常抗拒 的确有些反常 庄大夫 不会是他之前运检 检查出了什么吧 我去联谊产科 收了这个病 尽快安排一次回来 谢谢庄大夫 您是不知道 他今天下午这闹腾呀 不过陆大夫也是 不是 当着刘官是那么多人 直接说他置如假胸的事 要是这个病人闹到医务处 也算是不保护患者的隐私了 我知道了 我走了 你忙吧 庄大夫再见 在哪儿呢 吃饭了吗 没吃呢 刚开车送了他杨宇 我先去医院接你吧 带回家吃 你今天 想不想出去吃 外面吃 哦 我知道了 你是让现在回去碰见房东吧 没事 我知道一家特别好吃的馆子 咱吃完之后呢 再去趟酒吧 保证回去陆陈欺已经睡了 好 我在院里等你 我待会儿 在哪儿或讨厌 读 avete